让我想要学习的动力 是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位更好的医师 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 所以我会不断地鞭策自己 比如说 我会常常阅读最新的国际期刊 和职业相关的书籍 浏览国外的牙科教育网站 也会与国外的教授们 直接交流一些临床上的经验与想法 我觉得这一切的目的 除了让自己能够一直进步以外 也可以与其他医师 分享我所谓的技术和知识 并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每一次站上讲台 对我来说都是一份责任的开始 这次的课程 我们又再做了更新 我会探讨目前一些新的技术与器材 并重新检视一些传统的 直牙观念及做法 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 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取代 这次课程的主轴是直牙美学 我们会探讨Sake Shield Technique 在Immediate Implant的应用 以及在直牙美学的效果的明显的优势 也会谈到Kuri Technique 自体骨片移植与一般GBR术式的比较 并分享Oseo Densification 骨致密术式在临床上的不同应用 最后我会谈到Navident动态导航系统 如何应用在不同的临床案例上面 并将它与常见的静态手术导板 做一个比较 除了理念上的传递 课程中我们安排了很多实作的部分 透过自己设计的模型 以及在猪头、羊头上的操作 来模拟临床的状况 让医师回到诊索以后 能够很快地将学到的东西 应用在临床治疗上面 时代再变 科技的脚步不断在迈进 医学治疗方式走向数位化 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数位牙科治疗所有的步骤跟环节 都将会有更好的整合与实用性 所以我认为 一方面立下良好的理论和临床基础 另一方面不断增强自己对数位治疗的掌握 才能够面对新时代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